電光火石 又到我們的電光火石 又是我和阿晴仔 我們緊接於上集 喪鬧完 喪鬧周先生 也不是很喪鬧的 只是持平一點 作為一個觀眾去看一部電影 你也想入場看完後 可能有點得著 或者是開心著離開 持平地鬧 對 金雞未必可以給大家一個這樣的感覺 其實經過一個星期 我也聽過有些朋友看了回來 其實他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OK 但他們說江門館天樂挺好笑 就是這一部分 黃宇芝也OK 跟我引證了我說的 你說的是演員本身的個別能力驚喜嗎 對 他走出來大家會笑 好像又要講球 不好意思 一對球裡面 可能某幾個球員看得很好 我很欣賞這個球員 但對球打得很好 對 可能是這樣 但我都遇過一個 我們還要說 沒錯 接下來幾套何緒片 因為我知道你就看了《賭城風雲》 因為話畢竟都發過 那《賭城風雲》真的 這個不是不想看 真的沒有那個時間去看 《賭城風雲》 因為我其實是新年之前就看了 我也是 我也是 剛好有一個可以看到手影 去看一看 我覺得這套OK的 是不是說電影拍得好 不是電影拍得好 而是他帶了一種新年的感覺給我 最主要是這個問題 還有黃禎做導演 他真的 他不會輸的 他有些事情 很貫徹自衷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拍屎條屁 胡鬧搞笑 他貫徹到他胡鬧那件事 就不會好像說金吉他 硬夾一些政治意識下去 他有很多大量無厘頭的事情 但你不會覺得有問題 因為 他本身就是打著無厘頭的旗號去出發 是啊 我覺得看下去 發哥真的很帥 這個真的要給他一個讚 就是 大家看了可能是 發哥 早幾年的孔子 或者看了 你說魔導王 或者 他有幾部電影開始 老實說那時候看 早幾年的發哥 是覺得他有點老態 是 就是我之前都說過 一些男星其實到某個年紀 就好像我們青春期一樣 他是第二次發育的 他可能要去到五十幾歲 突然營到出汁 那一刻才 男人味成熟穩重的味道 是啊 正如 我覺得有幾個代表人物 例如這個秦沛 秦沛也是 你小時候看他已經是這麼老的 但大過看他還是這麼老 他的樣子沒有變 他的樣子沒有怎樣變 因為他已經到某個年紀 那種男人味已經是這樣 定了形 阿劉丹 丹爺也是這樣 你小時候看他金毛絲王 哇 大一個他也是金毛絲 沒有變過 沒有變過他還是外回家 那樣 我覺得阿發哥 他到了這個年紀 他的味道是走出來的 是 突然間很健康 很健康 他應該是 我想有餵過這套戲瘦身 我不知道 看哪一份報道 就說阿發哥其實是用走路 好 因為他每天走兩個半小時 其實大家都在報道上都看到 因為他也不喜歡開車 他不喜歡開車 其實他媽媽住在家樓下 嘩 這麼巧合 對 這是一個題外話 但你應該會經常見到他 因為他每個星期都會去探文化 他每個星期都會去探文化 我坐升降機 然後站在一角 突然間 有兩個人進來 有一個很宏偉的身影 有一個很高的人 在我面前 他真的很高 嘩 背影 高俊 這麼熟 背影 原來是不是高俊 真的高俊 然後沒有為意 真的不覺得 因為我低頭 不知道是在玩電話 還是在搞什麼 然後一出道 看見那些看間 說周生周生 這樣就知道 原來真的高俊 周生 周生 當然是正重一點 正重一點 OK 你看到法哥 其實他真的保持得到 在賭成風雄人裏面 應該都下過苦工 那套戲你又覺得怎樣 套戲我會覺得是 我知道 反而這些就叫情懷 阿禎哥是很把一些 以前的賭術片 把一些元素放進去 可能那些智慧色仔 或者高科技眼鏡 對 這些是我們有共鳴的 雖然那些是很無厘的 有共鳴 但是 你就是賭碎片 你就是應該要贏這些 或者可以換到 啤牌角的戒指 或者可以穿透牆 其實這套戲也很多 其實是很多 但是你說 我比較有印象的 就是說 說到法哥那隻魔術手 是能夠摸到牌的 連牌也脫掉 即是啤牌也脫掉 脫掉他的花 脫掉他的號碼 離譜 等於 我永遠看不明白 為什麼 變成衣服出來 是最困難的 我真的不明白 任何一隻都是這樣變的 不是這隻牌 究竟是怎樣的呢 對 究竟他的技術在哪裡 那個賭術 我真的不明白 他會帶一些無離頭 但又說到好像很神化 很厲害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賭城風雲》是有這種感覺的 不過我覺得可惜一點就是 他recall的不夠 大家都記得張家輝那一套 即是說 用一個假的踢球的片段 去騙了這麼多個大哥 其實今次也有出現的 還有很搞笑的 用了一個 就是有個 有個剛才叫做美詩 用了一個大陸的譯名 梅西 這樣去 杜汶澤就串了一下 真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錄影 但我覺得不夠 因為去到最後 劇尾那裡 有一個 即是 那套戲裡面的法哥 就見到一個 舊的法哥 穿著一件大皮褲子進來 就說高峻 這樣 那一下我才真正感覺到 以前那種感覺 即是那一下 真的那一下才看到 嘩 令我回憶回到以前看 《賭神》系列的那種味道 因為 他這套片用的特技太多 即是例如 啪牌 飛天 但不要緊 法哥很帥 他飛牌的時候 真的有些 他的姿勢OK 他是帥 但是特技用得多了 因為有些啪牌 或者大家看過麻雀 其實可以用一些真實的鏡頭 即是你未必要弄得很誇張 是 不過算了 當年我們看星野那些 上海坦島嬸 都是便庫牌都在轉 即是現在沒辦法 我就覺得這件事 都很難去解決 即是想到最後 有很多直升機掉下來 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很以重科技 即是很以重那個3D特效 或者後期製作 但我覺得 即是有些戲 即是這一類 這麼柴蛙蛙式 又不需要去到這個級數 反而反撲歸真 就會更加味道親切 是 但是 阿禎哥 他是把他自己很多 其實他每一個笑位 我覺得他每一個笑位 有ABCD方案 即是我懷疑他編劇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 即是好像砌積木 將自己的理論 砌回去 即是他本身已經有這麼多元素 那個get是怎樣笑 那個get是怎樣出現 而且只不過換了一個殼 對 他全部都是舊 然後換一些新的瓶 因為看到 《島城風雲》一開始 就是一個高空的景 拍著很繁華的鬧市 海灘等等 完全令我想起以前 八變星君周星馳 那一部 又是在夏威夷那裡 坐著阿迪聲機 飛來飛去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那種感覺 但比較搞笑的 我不是太明白 他叫做 From Vegas to Macau 但整部電影沒有出現過Vegas Vegas 這個是很概念 我相信這個Vegas 都是威利斯人 從威利斯人到 Macau 應該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這部電影叫做威利斯人風雲 概念上的Vegas 因為整部電影都是威利斯人 即是如果我們看下去 你要笑的 你可以笑他的戲名 你可以笑他裡面的情節 你可以笑他的毛契 我覺得 賀碎片應該就是這樣 其實真的挺毛契 但是毛契得來不會造作 他擺出來的那種態度就是 我就是這麼毛契 杜汶澤這個角色 他在說 謝霆鋒遇上了一個女孩 那女孩就喜歡謝霆鋒 但就不喜歡杜汶澤 杜汶澤就在那裡苦苦愛求 謝霆鋒放個女孩給他 讓我追他 杜汶澤就是做了那種 現在很流行的那種狗公 那些女孩不管你 我都要死嘴爛追 他就是做了那種 那種毛契出來的感覺 就是等於當年的張家輝 就是那種毛奈 賴皮 賴皮 賤骨頭 那種感覺 就是化骨龍在旁邊 屎佛龍 屎佛龍 襯了在劉華 可能是鄭鋒 所以你會套一些東西 讓大家的共鳴感更重 如果你說我還沒看《大偶天公》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了這幾套 比較賀碎片的 歡樂感覺更重 我會比較喜歡《賭成風雲》 因為我也看了《六福起時》 看了《六福起時》 是不是很大腦 大腦 很合家歡形式 合家歡大腦 你上集說過親情 或是很溫暖 互助關懷等 也有 因為我反而覺得 《六福起時》的結構更好 結構更好 他一開始說 只不過是 有一個拿督 拿督就是王八明 死對頭就是曾志偉 因為其實每年他們兩個都爭崩頭 真人是一人拍一套 然後爭票房 今年兩個合併了 沒辦法 你又發的兩套戲都推出來 合併了 就變成王八明和曾志偉一起合拍 但是他們兩個在戲裡面飾演死對頭 各自有他們的 王八明是沒有義母女 但就有一個像侄仔 從小看來是宿公 他是宿公 鄭忠基和趙海奇結婚 我經常侯著宿公的家產 因為宿公說 你們兩個不生B 我就不養你 因為曾志偉經常說自己的兒子 自己的兒子就是林子祥的兒子 可以生了 跟千玉嬰嬰 有一個B 但是生了一個B女 他不喜歡只喜歡B仔 黃八明那邊邀請了吳君如 吳君如 吳君如也在 反而這套吳君如也做得OK 邀請他生兒子 邀請他出來 其實是幫忙做培育員 要等他們生兒子 即是幫助他們生兒子 協助他們生B女 因為他跟曾志偉鬥 他又要有個小朋友 即是有個孫子 但雖然他是宿公 即是鬥快B女 對 兩組好像鬥快B女 然後當中在他們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些意識是OK的 他在說一些年輕人 譬如鄭忠基和邀奇未玩舊 死都不肯生 其實他們都不年輕 有一個蒲魯神規 一個減肥減到自己應該生不到 即是他講這些我覺得OK 即是切合一個 即是一個很普通的社會現象 是呀 即是我覺得這些不太heavy 即是不太heavy 即是不太heavy 即是都在說我們面對的問題 但你不會覺得很凝重 很凝重的電影 變得很政治法務 即是你身邊應該很開心 即是好像又講回《倒城風雲》 你將人發的那個武器 那個啤魄也是金色的 即是一種很起庆的感覺 雖然是整理人 但見到很有型很開心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反而這套呢 你說笑了實 是呀 笑的喜劇 我覺得六福喜事 其實是OK的 多一點 多很多 相對地金雞 我會笑得多一點 即是因為周阿光的GED實在太 即是不要說太難 即是造作 他GED那些 我也是覺得見仁見智 大家笑不笑得出 因為我是比周星馳的奶水偉大的 我笑他是他的GED 即是因為周星馳有他的風格 那種GED 你達不到他那種GED的感覺 水平 我們笑不出 沒有辦法 即是算不算中壞了 還是我們吃過魚翅 就吃不起其他東西 我又覺得是不關事的 即是人人笑點不同 即是你看外國一些 所謂喜劇 可能他也是玩屎條屁的 即是阿當桑德納那 那些永遠都是玩這些 昂直武藍那幾多人 做一些笑點 即是六幅喜事 開開心心 喜喜慶 喜慶地 你有得一口笑 我覺得是OK的 即是大家不要想像中他那麼難 雖然他最難的 依然是我們說了很多集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不停會出現 這個海馬牌的床褲 哈哈 即是可能很多這樣的 直入式廣告 你會覺得噁心一點之外 雖然你說這麼多廣告 但是也收得不太好 即是六幅喜事 即是說都是收了一億幾 是香港加大陸加馬來西亞 都是收了一億幾 都算比較少 因為見到大樓天宮 說的是差不多十億 即是中港台收了十億 其實我覺得沒辦法的 即是如果你說拍一個題材上 你要Hit大陸的觀眾 你是 都幾天被迫著 迫著一種比較特效式 下次你想收得厲害 我告訴你 簡直是所有觀眾聽著 周潤發扮喜羊羊 哈哈 你一定贏啦 神經病 你簡直是真人版 你找他扮喜羊羊 然後旁邊不知找誰來 割休來扮灰太郎都可以 你一定贏啦 加大量的特技 還有這個奇怪的舞打 嘩 喜羊羊加這個舞打場面 不是啦 喜羊羊大鬧天宮 但是真人版的 你跟當年的老夫子2001 有什麼分別 笑臨足球家唱歌跳舞 我告訴你 誰知道收過10億 反應到接下來 你將所謂他們喜歡的元素 放在一起 西遊記啊 三角 永遠都是大陸最賣得的 還有欣子丹這幾年 大陸都很紅 紅得不得了 他打架子當然是紅 沒有辦法 自從李小龍死了 沒有人打架子到他了 還要打10個 要等這麼多年後 要打架子 拿共鳴 那這些都是可以贏票房的東西 你說六福喜事 他始終都在局限於 可能在香港 比較地方 你收一億很好了 你想收多少 不過也不怕的 他這套戲 雖然收得不太好 但黃八明經常出一些合拍片 合拍片本身的收益都很厲害 這件事是的 六福喜事 其實他採用內地演員 都沒有什麼 是啊 都比較罕有地沒有什麼 你剛好說起這個內地演員 其實呢 《倒成風雲》裡面有一個 叫做景甜的女生 是不是那個就是 鄭鋒喜歡那個女生 不是那個叫同飛 是 就跟黃祖南 接下來會有電影出的 是 其實這個景甜 這期都在香港人幕 都出現得幾多 因為他都參與了很多合拍片 可能大家會看到他越來越多 還有 就是喜歡法哥那個 是 沒錯 就是那個 被人落了迷藥 那個女性 那一部分也是挺好笑的 那一部分 因為他本身的樣子比較酷 所以他又有一點跳舞 或者舞打的底子 可能越來越多動作片 都會有他出現 嗯 都是精葛會力捧的一些演員 但是你說 比如看回 我也明白你為什麼說 比如說六福喜事是沒有什麼這個 就是大陸市場 是因為他少了 真的少了一些國內的演員 還有可能 他不會有共鳴 就是可能他在說一個 香港的屋邨 或者說 年輕人不生的問題 其實 因為 大陸的風氣 一定是催生的 而且可能 很恨生的小朋友 關係到那個人口管制的問題 就是生一個生兩個 你還要我不生 所以看上去他們一定不會有共鳴 我們這一代 我們三十幾歲 還沒有小朋友 分都未結 分都未必結 或者分都不想結 大量的人在 但是國內始終他們的文化上 風氣 即是未必是這件事 比較傳統 所以比較傳統 所以比較傳統 那件事我覺得是不同的 但是你說 更 我想問 我們討論了今年的賀歲片 你這麼多年 最喜歡的賀歲片是什麼 其實長江七號算不算是賀歲片 因為都是新年那一期出 但是 那套戲的內容 就跟新年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會覺得這套戲 是我覺得 近年最好的賀歲片 近年是嗎 近年 因為他 剛剛提到的那些東西 又不是牽強的 還有真是說那種父子情 我覺得很感人 還有又是說 一對父子本身小時候 爸爸很窮 小朋友後來 遇到一隻叫做 外星的小狗 過了一些很幸福的生活 諸如此類 因為我本身自己 出身比較 就是叫做 不是那麼好 那我看到這一類的戲 會有共鳴 OK 我自己覺得 譬如看回 近這幾年的賀歲片 反而我可能是覺得 不知道 我的感覺是 沒有什麼特別 一套很令我印象深刻 東程衰咒都不行 這個比較久遠 但是我覺得是 可能近十年 近十年 也沒有 又不是太有印象 難一點 對 因為我看到 可能是太多 可能是太多 就是你說 我可能說回 例如星爺的少林足球 那些 但是看上去 我覺得一個很重的感覺 是 反而是星爺那種的 我當年第一次看少林足球 我覺得很突厚 突然間說回 怎樣突厚 怎樣突厚 是因為 我一向 可能是十年前 為什麼他要回上大陸拍的 是 你說的 為什麼這個球場 這麼漂亮 我看我的腹不是這樣的 看習慣了 對 還有那時候 中國的足球 還沒有現在 這麼厲害 我覺得 那個意識上 OK的 很多東西都OK 為什麼大陸人 是說廣東話 我也不知道 小時候 他們不是說國語嗎 還在北京 為什麼呢 很多問號 為什麼有時代廣場 那時候廣場 天爬 我要住入萬達 我會有很多 這樣的疑問 還有為什麼那些屋 全部都這麼矮 對 我覺得跟我距離很遠 明明星爺跟我距離很近 我看少林足球 我覺得星爺的距離 跟我很遠 我當年看 但是 那麼多年 都不停翻播 又再做 又翻播 反而你的感覺 越來越強烈 我覺得這個就叫做軟健 就是 這件事是 星爺拍戲的 就是他有一種軟健 就是合拍片的先驅 都可以說 是的 因為現在說的是 合拍片 沒有內地的演員 是很難可以在大陸播放 所以就要加插一個 或者幾個 在裡面 所以現在 譬如我當年 例如看《功夫》 其實都是一些 何歲這些年期的事節出 或者你剛才說《長江七號》 反而是我第一次看 我不是覺得很好看 你說《長江七號》 《長江七號》 《長江七號》也是 第一次看 我覺得一般 會不會是因為 一改到以前的風格 不是 我還是覺得 設定的問題 我覺得星爺跟我距離 越來越遠 因為我都說 他餵奶水我大刀 我早兩天都還在看《家戶喜事》 他那種感覺很近的 是 而看《長江七號》就是 我不明白 整個場景不同了 千禧年以後 二千二零一幾年 的《長江七號》 走出來 為什麼他住的房子是這麼爛的呢 就是我很難理解 那種環境 為什麼會是這樣 那我可能沒有理會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幾年 真的這麼爛 因為我有幾年在大陸生活 所以我見慣了那些東西 我對我來說不陌生 對我來說 可能我看上去是OK 所以我就是 反而是一個 現在和祖國這麼靠近的時候 我會的感覺 強烈一點 當年看 我第一次看 永遠都覺得 好像距離越來越遠 那你回大陸有沒有回多了 沒有 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什麼 沉歡嗎 沉什麼歡 吃東西 那些 遊山換水 遊山換水 公司的旅行我會的 就是回大陸嗎 回大陸 那些我會的 但是我又不是覺得好像爛到阿星爺那些 那些 沒有 因為他真的很窮 一個執垃圾維生的人 還要供一個小朋友上學 還要國際學校 其實真的很困難 其實在大陸讀書 本身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雖然政府有補貼 但是各種各樣 有很多潛收費 好 OK 即是你給不起那些 基本上你 沒有什麼可能 你讀完之後 即是你進去那間學校 你會很快出來 所以你說 一個這麼窮等的人 供到他 去一間 叫做 又不是國際學校 因為他那些演員 那些同學 沒有一個是國際 沒有一個是外國人 那就是 供到一間這麼好的學校 很困難 OK 大家都說了這麼多 賀歲片 我們都期待下年的賀歲片 下年的賀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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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年好像也有多少戲想 不用那麼遠 那我們繼續說說我其他的戲 今集就差不多了 再說吧 拜拜